各位,廉政公署今天拘捕了九个人 他们事源在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当中中票 其中包括了一个在九龙城选区落败的候选人 他事源利用虚假的地址 为至少八个人士登记做选民 千几个滞留在本港的过期居留人士 竟获得了法律援助 向中审法院寻求司法覆核 决定他们是否必须返回内地申请居权证 法援署选出了十个有代表性的个案 进行司法覆核聆讯 六个美国国会议员到了香港 跟行政长官董建华会面 讨论到近日美国接连在货柜里面 手获中国人蛇的问题 美国议员要求港府 加强对开去美国货柜轮的检查 另外董建华也都向议员 简介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发展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文说 共产队里面存在的腐败现象 没有办法禁止 是因为自党不够严格 江泽文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体会议里强调 现在首先要自理好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不可以利用权力谋取私利 选拔干部的时候 要考虑道德标品质 下一节新闻在10点49分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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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